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开店教学网站 开网店就上开店网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是 3w.开店.tv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由我们店长之家出品的淘宝开店系列教程 今天我们学习发布宝贝的第九课 行选宝贝的设置 我是店长之家的讲师淘宝天下 今天我们课程的话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行选 以及我们行选宝贝该如何设置 行选的话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说过 这个的话是淘宝网推出的一种 就是搭配销售的一个服务 就是我们设置了行选宝贝的话 屏幕上方有一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一个默认的宝贝详情页 那么我们设置了行选宝贝之后的话 就会在我们宝贝的一个主图和我们宝贝详情页之间显示出来 也就是显示在屏幕上方 这里我给大家换了一个框这个位置 行选宝贝的话 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增加我们店铺里面的一个搭配销售 比如说我们这款宝贝销量比较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另外再设置一个新选 那么顾客进来之后 就算他看到这款宝贝不是他需要购买的一款产品 而在我们新选的宝贝里面 有他比较喜欢的一些产品的话 那他很可能点击我们另外的产品进行购买 这样的话可以充分把我们店铺的一个流量利用起来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新选该如何设置 首先的话我们需要进入到淘宝网卖家中心里面 在卖家中心里面我们找到店铺一个营销中心 左侧的档行栏里面 然后点击向下的这个箭头展开 展开之后的话 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新选的一个入口 我们点击这里的新选 就可以进入到淘宝网的一个新选设置后台了 在这里的话有一个计划的管理 计划管理详情页默认展示 这个的话我们就选择新选 然后的话再点击后面的新建计划 点击之后 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新建计划的页面了 这里的话我们新选是针对DNA端的 在我们手机端是不会显示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输入一个计划名称 这个计划名称的话 大家随便输入就行了 比如说这里我就输入一个 夏季换星 大家想输入什么都可以的 输入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选择一个展示的渠道 选择一个主商品 点击这里的选择主商品 点击之后的话我们店铺里面的所有的产品都会展示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要以 这款产品为主商品 那么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个宝贝 再点击确定 点击之后的话我们主商品就设置好了 接下来是设置我们的一个样式 样式的话分为三种 第一个 第一个样式就是相册 也就是直接在下面展示六个宝贝 第二个是景品 我们选中景品之后的话 它 默认的是一张海报图片 然后在图片的右侧 显示四个宝贝 最后一个热图 热图的话就是一张图片 这个热图我们用的比较少 主要是用的相册 而景品的话也有 有的卖家在使用 那么我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相册和景品的设置 相册的话 默认的是展示的六张图片 也就是六个宝贝 我们可以点击后面这里的设置 进行修改 比如说我们显示的图片个数 我们选择两行 两行的话就是12个宝贝 然后样式的话 默认的 这是默认的样式 或者是我们把图片要改小一点 我们就选择较小 那么图片就变小了 一般的话 样式我们就使用默认 而图片个数的话 就使用遗行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设置这里面的宝贝了 我们点击这个图片就可以设置了 点击之后的话 会弹出来这样一个链接 那么我们先要输入一个商品的链接 商品链接的话 大家进入到淘宝网卖家中心 在出售中的宝贝里面 进入到出售中的宝贝里面之后 我们就可以复制链接了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款产品加上 我们就点击它后面的复制链接 点击之后链接复制成功了 我们在这里 粘贴上 然后点击获取信息 这样的话 我们一个产品就自动的获取到这里了 同样的后面还有五张图片 我们也来添加一下 添加的步骤的话 都是一样的 然后获取信息 再确认 一共的话 我们是需要 设置六个宝贝的 这个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 只是很多学员朋友 不知道在哪设置这个新选 当我们的一个宝贝都填写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的发布 点击发布之后会显示一个发布成功 发布成功的话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受众的话是所有人 然后全部状态是已经投放了 计划的名称是夏季换星 换星 然后我们主商品是这个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主商品里面看一下 除此中的宝贝里面 我们主商品是选择的这款 我们打开 打开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的话 就显示了一个掌柜推荐 而掌柜推荐下面 有六个宝贝 这就是刚才我们设置的一个新选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设置新选的一个情况 这个宝贝的话 就是没有设置新选的 它是这种情况 就是在这个位置 没有这些图片 我们添加上这种新选之后的话 有很大一个好处就是 虽然顾客进来之后看到这件连衣群 如果他不喜欢的话 而在下面里 有他喜欢的连衣群 比如他喜欢这款 那么他可以直接点击 进入到这款连衣群的一个宝贝详情页面 这样的话 有可能促成更多的一个成交 这是新选的第一种设置方式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二种设置方式 比如说我们要给这款宝贝 设置为主宝贝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营销中心里面 进入到新选的一个设置后台 进来之后的话 也是点击这里的新建计划 点击之后计划名称 我们也要输入一个计划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 大家自己想说什么都行 最多就是15个汉字 然后选择我们的 同样的选择主商品 主商品的话 我们现在选择第一款为主商品 一个主商品的话 只能设置一个新选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设置了这个新选 它显示了已占用 我们就不能再把这个设置为主商品了 接下来的话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第二个精品的设置 精品的设置的话 我们需要提前准备一张背景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背景图的话 是有要求的 也就是我们背景图的大小是 1110像素 乘270像素 这里的话 我提前准备好了一张背景图 而我们图片的一个尺寸的话 是按照它的要求进行制作的 1100像素 乘以270像素 那么我们先要设置这个背景图 设置背景图的话 我们需要先把图片 上传到图片空间里面 进入到淘宝网卖家中心之后 我们在店铺管理里面 找到图片空间 进入到图片空间里面 然后把我们准备好的 新选背景图上传 关于图片空间的上传的话 在之前的课程里面 我已经讲解过了 就不做过多的阐释 上传好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也就是我们这张 那么我们要复制一下图片的链接 把鼠边放到图片上面之后 我们点击下面的这个复制链接的按钮 点击之后的话 链接就复制成功了 然后再进入到我们新选里面 点击这里的设置 设置之后的话 有一个背景图片 我们选择输入图片地址 也就是点击这个输入图片地址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它也有写 GIE图片的尺寸是 110像素乘以270像素 那么我们点了输入图片地址之后 在这里 粘贴上我们图片的一个地址 粘贴上之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图片自动就显示在这里了 另外的话 也有一个样式 样式的话 默认的是两个大图和两个小图 下面还有很多的样式 比如说我们选择 两个大图 两个大图的话 就是在左侧这里 只显示两个宝贝 同样的 还有很多的 一个大图 两个小图这些 一般的话 大家就是选择 两大两小 或者是两个大图 这个的话 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情况进行选择 比如说我们这里 设置两个大图 那么接下来 我们同样要设置这两个宝贝 一样的 我们进入到卖家中心里面 找到两款宝贝 复制链接 然后点击图片 把链接 粘贴到这里 获取信息 再来选择一款宝贝 然后点击图片 粘贴上链接 这样的话 我们的一个精品就设置好了 关于最后这个热图的话 因为用的比较少 很少看到有人使用热图 我就不做讲解了 热图的一个设置方式和精品 是一样的 设置好之后 我们点击这里的发布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发布成功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一个新选 如果大家要对这个新选的产品进行选择的话 进行编辑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后面这个编辑的按钮 可以进行修改的 同样的 如果我们不想使用这个新选了 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暂停 暂停之后就不会显示了 后面这里还有删除 我们把这个计划给删除了 也就是说新选设置之后 我们是可以自由编辑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设置的这个效果 刚才我们设置的是这款宝贝为主宝贝 那么我们刷新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话它这里是没有显示的 刷新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的设置一个 设置的一个效果已经出来了 点击这个宝贝的话 也可以进入到详情页里面的 这种的话 用的也比较少 我们用的最多的一种模式的话 就是刚才我们的这种模式 因为这种的话 看上去比较清爽 而这个的话 需要大家自己做一张背景图 关于新选的一些讲解的话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因为比较简单 给大家讲了方法之后的话 我相信各位操作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有疑问 可以旺旺联系我们的科夫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学习愉快 开店成功